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人在任何年龄段,都会跟别人进行比较,看自己过得好不好。 而人过了55岁,真正跟别人拉开差距的,其实是在这三点上。 把握好了,自己的晚年生活,就直高一筹。 零妖健康管理,人到了晚年,最关心的事情,一定是健康跟寿命。 这是人的天性。 不信你看,这个年龄段的人,是不是在外面锻炼很多? 关心自己的身体,关心自己的气色,就是这个年龄段的首要任务。 这个时候呢,想要健康上脱颖而出,就要有出色的自我管理。 我家里的一位伯父,年过五十的时候,就住院几次了。 更糟糕的是,他自己缺乏自我管理的意志。 吃东西呢,从不忌口,什么油腻的都吃。 也不忌烟酒,还缺乏锻炼。 把子女发愁的呀。 这对健康怎么可好啊? 人到晚年,如果自己能严格管理自己,那健康状态一定比别人好。 在吃的东西上,严格控制自己。 多吃营养的食物,少吃伤害健康的食物。 认真吃药体检,认真锻炼。 这些都能把自身健康,提升几个档次。 灵两对金钱的控制力,人过了五十五岁,要想后半生过得无忧,在金钱上要有明确的态度。 凡是自己胡乱花钱的,或是溺爱子女的,那经济基础都很糟糕。 等到真正需要用钱的时候,都会非常吃力。 所以说,晚年过得好不好,就看当事人对金钱的控制力了。 举个例子。 我家里有位老邻居,人一直比较随性,花钱不仔细。 平日里,看到什么就买,也不计算。 这样林林总总,就花出去不少钱。 现在孩子大了,需要用钱的时候来了,他们也拿不出多少钱。 真的很闹心。 其实,人这一生都要跟钱打交道。 趁早培养一个清醒的用钱态度,非常重要。 对金钱呢,不要过贪,不要过度沉迷于物欲当中。 就能避开很多人生的坑。 同时,对金钱精打细算。 该花的钱,一定要花。 而不该花的钱,坚决不花。 这样才对自己的人生,更有价值。 03生活情趣,可以说,大多数人都不是很懂生活。 毕竟,大家都要忙着生计,养育孩子。 没有那么多闲情意志。 但是,人生有没有合适的情趣,对人生的质量,起到决定作用。 一个生活有趣味的人,人生的质量就高。 反之,就会庸庸碌碌,虚度年华。 我经常看到有些老年人,喜欢在地砖上练毛笔字,或者找二三好友,一起练太极拳。 其实,这就是很好的消磨时光的方式。 前段时间,我还看到一位八十多岁的阿姨,在网上直播她作画的过程。 原来,阿姨是退休之后,闲得无聊,开始学习画画,后来一发不可收拾,觉得有意思极了。 人生呢,多数时候都很乏味无聊,需要当事人自己找乐子。 如果找到的乐子,对身心健康都有益,那是最好的。 反之,如果找到的乐子,对身心健康不利,其实应该节制自己,或者杜绝掉。 否则,从长远看,对自己的伤害,要多余益处。 女人结婚后,跟婆嫁的关系,是有些特殊的。 有的时候,是一家人,有的时候,就有一些对抗成分在里面。 比如,跟公婆之间的关系,有时候是对抗的,跟丈夫之间的关系,有时候也咯咯答答的。 这时候,女人就需要一些底牌,取得在关系里的优势。 除了金钱之外,女人还有这三张底牌。 零妖拥有一个不错的工作,现实里,如果女人拥有一个不错的工作,那很容易赢得婆嫁的尊重。 因为人都是现实的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 如果一个女人,工作跟男人相差无几,甚至收入更高,那就很容易获得男方全家的重视。 相反,如果一个女人工作很普通,跟男人的收入差别很大,就很容易得到奚落。 举个例子,我家有个亲戚,工作一直不咋地。 然后,还当了家庭主妇。 从此,她在家里地位,就很一般。 孩子的位置都超过了她。 她有时候,为了拿点生活费,要很屈辱的要钱。 人在任何时候,首先要靠自己,而不是靠别人。 如果一个女人,幻想结婚之后,全靠男人跟婆嫁,那是很被动的。 容易让对方瞧不起,从而日子也过不下去。 零二足够的阅历,现实里,一个人的阅历,可以帮助她做事,识人,等等。 如果一个女人,阅历很浅,然后就结了婚,那她很容易会后悔。 为什么? 因为她不会看人。 就很容易选到糟糕的丈夫跟婆嫁。 所以说,女人最大的底牌之一,是在社会上磨练自己,积累足够的阅历。 这样,选丈夫和婆嫁的时候,才不至于看走眼。 举个例子,前几天看到一个帖子, 有个女人在结婚前,很是草率,对对方了解很少。 婚后发现男人不赚钱,然后还欠了很多钱。 谎话连篇,等等。 可是孩子都生了,怎么挽回呢? 真是痛苦。 现实里,看人是需要足够的阅历支撑的。 看到糟糕的人,就不要谈恋爱结婚。 这份阅历,是每个女人必备的。 否则,很容易在婚姻里吃亏。 03成熟的心态和情绪稳定能力。 现实里,一个女人想要在婚姻里过得好, 必须有成熟的心态,跟情绪稳定能力。 因为结婚,不是跟一个男人打交道, 而是跟对方的家庭打交道。 人数更多,性格也更复杂多样。 如果一个女人,心态不够成熟,情绪不够稳定, 那很难与这么多人相处。 举个例子, 有的女人,婚后为了十块二十块,都能跟婆家闹起来。 其实十块二十块,就是小钱,不影响大局。 抓住这个不放,简直是浪费时间。 还有的婆婆,抓住一点小事,就找媳妇的麻烦, 也是缺乏成熟的心态。 最后,都造成了小事化大的结局。 人在结婚时,不是年龄够了就可以。 还需要心态的成熟,生活能力。 以及足够的经济条件,缺义不可。 否则,仓促达成的婚姻,一定会出现太多问题。 最后消磨感情。